大海不仅赐予了海南人丰富的水产资源 也出产着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盐 在海南省六东离足自治县的鹰戈海镇 沿海一带随处可见广袤的盐田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鹰戈海盐厂 虽然现在说起来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不熟悉了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 这里却是在全国都非常有名的一个盐厂 今天我们请到了盐厂的邢老师 他将带我们一起 徐老师您好 转一转今天的盐厂 我看 徐老师这个鞋穿的是拖鞋 之前我也去过丹州那边有很多古盐田 他们的盐工也是穿拖鞋 是为了方便在这个盐田里作业 是吧 那我们现在身后这个是第几道制盐的工序 第二道 第二道 是吗 那我们可以从那边走过去看一看 是吧 英科海盐厂位于海南岛西南端 一个凸起的基角地带 它面临大海 背靠尖峰岭 是一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滩涂地带 这里一望无垠的盐田纵横流续 白色的盐尺 荧光闪闪 一座座盐山洁白无瑕 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沿海风光 走在盐厂 首先吸引我们目光的是路旁的盐山 你看这个盐 它其实很轻的 如果我刚刚堆上来 如果风大不就全是吹散了吗 吹不散 为什么吹不散 因为你看到它很轻 你看它很轻 它吹不散了 你现在把它扔 你看它现在风 你看它还是能动了呀 你看它是往那边吹的 因为你刚刚上来的时候 它的盐里面是含有水分 它粘在一起的 你看现在盐山的景色很漂亮 白白的像山一样的盐堆 一根枯木桩 后面就是一片碧蓝的天空 邢甫光是盐厂负责 制盐生产的技术组长 他告诉我们 鹰哥海盐厂建于1958年 由于这里常年烈日当空 因而有充分的光热 让含水达到出盐的饱和度 目前盐厂年生产能力为2.7万吨 主要生产粗盐 日晒细盐 腌制盐等 它这个颗粒是1.5 0.5至3.5毫米的 对 我拿了一点上来 这是0.5就3.5 你看这些盐 完全改变了过去 我对盐的印象 就是我在原来 就是其他一些古盐田 看到的盐的颗粒 虽然很大 但是我们都能分辨出 那个是盐 但是如果现在拿这样一块感觉 不知道的以为是水晶呢 这么大一块一块的 是吧 那这个完全有3.5毫米 对 它算是最大的吗 它这个不算最大 还有比这大颗粒的盐 对 心浮光说 涨潮时 海水从那潮闸口流入蓄水壶 通过洋水栈 再流过初中高级蒸发池 海水浓度逐己升高 成了用来扇盐的卤水 卤水进入结晶区 就在那里饱和结晶 它下雨过后 它的淡水是在面上的 淡水在面上的 咸水是在下面的 所以这个闸门它是搞来 是以便下雨后批淡 在我们这边的说法是批淡 把这个闸门压下去 它淡水就往上面出了 出了这条沟 这个钩叫做排弹钩 排弹钩 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所以说有了它 这个盐池就不怕雨了 雨来了之后 把它放低就走了 对吧 排弹钩在雨季时 用于排出结晶池里的淡水 而在晒眼的旺季 则成了落卤钩 用于排出废弃的卤水 在落卤钩之外 还有着疏卤钩 疏卤钩在沉淀一部分 卤水中的杂质后 会将饱和后的卤水 输送到结晶池 那那边卤水有多少度 这边的卤水是25度 这边是25度饱和的 25度饱和 那像饱和了之后 它慢慢晒也会晒出盐池 对 是吧 对 看着盐田中挠作的人们 记者也忍不住 换上胶鞋走进盐田 哇 其实刚才一直走在这个盐区里 总感觉这个田 是我走路的一种束缚 但是现在换了一个胶鞋 感觉像在一个溜冰场走一样 我感受一下这个温度 哇 现在晒的就是很烫 所以不能光着脚踩上来 要穿着鞋 对吧 不像其他的盐田 它们就面积很小 而且没那么高的温度 所以可以光着脚在里面做空 这个水就算是特别饱和的盐水了 它比我们喝的水要重很多 是不是 而且它有点年轻 有点烫啊 我来抓一盘 哇 你看看我抓的这一把盐 都是大颗粒的 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平时去奶茶店 在买的奶茶中间放的那些 特别好吃的那些加的佐料 但是这全都是盐巴是吧 这个是已经结晶好的是吗 对对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捞到上面去晒着了呀 不用在这个结晶区里 可以 可以了是吗 就是说台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就熟了它 幸福光说 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也是翻动卤水的最佳时间 看我头上的汗 能看出这儿的温度很高 再看我的头发 能看出这儿的风很大 这都成为这个盐很快结晶的原因 但是很快的也是我的手 刚才摸过盐水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手上 晶晶发亮 已经干了 感觉像护了一层油脂一样 其实我现在手上是盐水干的 上面有盐字在上面 是吧 特别的油 我现在都不敢摸 我这些脸上的汗了 烈日盐盐中 盐厂的工人 正在辛勤劳作 你的这个工具 像一个移动的水炸一样 是不是 一开动水就流过来了 但是你看从这儿能流出盐来 你看这里 就是盐巴在这儿流出来的 翻动卤水不仅能加快水分蒸发 还能起到松动盐精 防止它们结块的作用 好厚一层盐 我不翻我都不知道 你看这个盐有多厚 有这一层有到这里 半个指头这么厚的盐 对吧 行福光说 结晶池中的这些盐 每隔一天收集一次 它们会被堆放在池畔 最后集中运走加工 由于风大 日晒强烈 延长劳作的妇女们 都会戴上帽子 蒙住脸 她们除了下午送盐 还有着收盐的工作 每两人负责一个 1500平方米的盐尺 特别聪明 把一条毛巾这样裹上 就剪开一条缝露出眼睛来 是吧 每天都要这么做 所以说赶快把自己武装起来 他也晒你的头很痛的 那原来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 教训 以前不戴帽子 不戴人筛起来很痛 戴帽子都很大 每天收盐的 戴帽子的 那每天大概平均算下来 在这个盐尺要工作多久 收盐也是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 最少要六七个小时 最少要六七个小时 你手累了上去坐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 继续一下 蔡庆华和行福丸 都是盐厂的第二代职工 他们的上一辈是盐厂建设初期的职工 过去 这里是当地效益最好的企业 人们以再次工作为荣 但这样的天然晒盐厂 仍然是靠天吃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英格海盐厂在如今 机械化程度高的市场中 已经渐渐不占优势 因而盐厂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 出去打工不如会赚得更多一点 我们家很 离的家很近 我们住在这里都逛了 住在这里很近 习惯了 对 就是习惯在这生活了 习惯在这里生活了 不棒了 出去打工 小孩也没人带 除了要照顾孩子 两人家中还有耕地 因而并不愿意背进离乡出去打工 近两年来 为了转换经营机制 综合发展经济 英格海盐厂正在开辟食盐 化工 旅游等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 举木圆条 辽阔的盐田在海风中 海盐美丽依旧 海盐的美丽或许就在于它的纯粹 因为它是来自大海的天然馈赠